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播讲 夏秋年 林彪手令为什么有横竖两个 于韵深回忆 913事件前夕 林立果曾以智雅为名 两次回北京 9月2日中午 林立果飞回北京 9月4日傍晚飞回北戴河 9月8日21点48分 在叶群的支持下 林立果再次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叶群打电话给毛家湾 说老虎回北京治牙 要严格保密 在西郊机场落地后 林立果在周宇驰的陪同下回了一趟毛家湾 我1964年调到临半 到1971年已经是老秘书了 这时四个秘书调走了三个 几个秘书的事全压在我身上 我非常忙 庐山出事根本没看出来 林立果21点30分就到了毛家湾 挂电话到北戴河向叶群报了平安 并对我说第二天去301医院看牙 听说他牙痛 我还关心的询问了几句 第二天 林立果确实去看了牙 拍片子 咽血等检验报告出来要两天 林立果当晚没有在毛家湾住 说有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 他拿了东西就走 我一直在旁边 跟他去他的房间 在走廊上 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 上面用红油笔写着 叛赵立果与池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 没有盖章 这可能是林彪手令的第一次亮相 林办工作人员中 只有余韵申看过手令 关在亚辽室 作者住 亚辽就是亚洲疗养院 913事件后成为关押与913有关人员的地方 他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 说不说 只有林立果和他两个人知道 林立果已经死了 不说 没有人知道 说了呢 会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余韵申终于说了 说了以后他心里很痛快 觉得自己没有向党保留什么 但从此他的问题升级 被单独关押 虾平 这就叫坦白从严 林办工作人员中 被单独关押的只有李文普和他 这个手令是写给谁的 按什么命令办 为什么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话 913事件前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571工程纪要的人多 而且现在不少人 包括王菲 李伟信等人都还活着 但是1980年审判两岸却没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两个 这也不奇怪 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 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 出现在法庭上的林彪手令被公开在报刊上 是周宇驰拿的那张 有关部门将直升机破向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 拼队复原 拍成照片 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 这个林彪手令的字迹是竖的 于云深回忆 他看到的是竖的 不是横的 鲁民 王菲等人看到的也是竖的 1980年两岸审判 总政保卫部鉴定这个数的是林彪的笔记 但林立果身上还有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 这个横的手令 两岸审理的法官们并不知道 实在是这个横的手令藏得太深 看到的人很少 但至少胡平和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9月12日傍晚 林立果在去北戴河前 来到厚姬市 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红书 从里面拿出一张十六开的白纸 递给胡平 说这是首长的亲笔手令 事关重大 要特别注意保密 胡平记得很清楚 字迹是横的 因为在两岸审讯中 只是提到林彪手令的内容 却没有提到字迹是横是述 在法庭上虽然出示过林彪手令 但胡平出庭时没有出示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两个手令 后来胡平因脑部手术双目失明 也就无从看见公开发表的那个术的 但观光烈看到了 他从公开的报刊上看见那个术的 非常奇怪 怎么和自己看到的那个横的不一样呢 也难怪 这个横的被林立果带上256号三叉戟 他把这张横的夹在小红书里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密孙一仙 在坠机现场看到了小红书 里面没有那张神秘的白纸 如此说来 这个横的很可能被苏联人拿走了 但愿他早日浮出水面 为什么林彪手令会有横的和树的两种 林彪手令是真实的吗 换句话说 是林彪写的吗 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 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 怎么可能连着写两张手令 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 似乎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 与手令有两个不同版本 对谁有利呢 不言而喻 一份手令不够 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分开活动 需要一人拿一个当圣旨 于是再创造一份 那么一模一样不是更好吗 或许是忙 没想到那么多的细节 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 不太像 再模仿一个树的 模仿也不那么容易 所以横的树的都没舍得丢掉 却没有想到 由此露出了破绽 如果真是林彪手令 为什么掌握军中大权的黄吾李秋 稳坐钓鱼台 黄永胜这个总参谋长 调动过多少部队 邱会坐这个总后部长 准备了多少炮弹 更为可笑的是 为什么林彪不像掌握军权的黄吾李秋下令 却让娃娃们拿着他的手令招摇 有人说 这是不像林彪办的 这个政变 看不出林彪参与其中的痕迹 只能是没有军事常识 没有指挥能力的林立果的杰作 913事件发生十天后 周恩来到机场送柬埔寨 在冰弩亲王之后 在二号楼接见民航干部 周恩来说 林立果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娃娃 大学刚毕业就到作战部当副部长兼党办副主任 捧的那么高 在上海还专门给他修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 谁都不知道这些事 简直不像样子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上愤怒的说 吴法县你说说 林立果不过是个娃娃 你们为什么把他捧得那么高 甚至把兵权交给他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吴法县始终不敢抬头 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 支支吾吾 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9月天已经凉了 而他却汗如雨下 两手不住的交替擦汗 吴法县从来没有见过林彪守令 黄永胜李作鹏邱惠作也没有见过 见过守令的几个人中 也没有人知道传达的命令是什么 为什么从不公布其内容 说到底根本没有什么命令